苏有Netflix的儿子之称的宋江近日通过Netflix旗下YouTube频道的苏文句 全球线上粉丝见面会 除了公开手机相簿私藏 各种撒娇笔心宠粉之外 还为粉丝弹奏了OST钢琴 疯狂散发魅力啊 Photo from Netflix Photo from Netflix Photo from Netflix 宋江通过Netflix原创剧喜欢的话请 零Sweet Home人气声 之后主演的如蝶翩翩 无法抗拒的 与气象听的人们等都在Netflix上线 而Netflix这次首次举办 新线上见面会 办的也是宋江的见面会 Netflix的儿子的实质名归啊 Photo from the Swin Photo from the Swin Photo from the Swin 见面会中 宋江公开手机相簿私 生活照 展现了自己对健身的狂热 并大秀柔软 107-25 宋江表示因为从小就被前体操员父亲锻炼 所自己的柔软度蛮好的 还直接坐在地上示范 不 在他想示范体前弯时 西装却差点裂开 最后知 作罢 宋江进而分享最近去工作时发生的糗事 来肌肉发达的他意外撑破要拍摄的衣服 原本该是要自掏腰包赔钱的 好在厂商最后没有追 Photo from the S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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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组照片是自拍照 其中几张是故意搞怪拍的 1 13 12 宋江当场示范了几个俏皮的pose 但颇有乱用脸的 咦 笑 他自己也开玩笑说捏脸的pose公司应该不会 欢 结果后来宋江收到粉丝提出的撒娇请求 1 41 30 有度故技重施 4个pose怎么有两个怪怪的那XD主持人打 说经纪公司的人应该在哀嚎不行 但全世界的思门都被送江可爱疯了 Photo from 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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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Instagram查看这则贴文 And At Flix Korea At Netflix Ker分享的贴文 这次见面会还有个惊喜礼物 就是 江化身钢琴王子 为粉丝们弹奏了喜欢的话 请 0 主题曲 Blooming Story 2 07 30 认真弹钢琴的男神好帅啊 其实宋江 母亲是钢琴老师 她 自己钢琴也学了很多年 虽 宋江在Vlog中透露自己已经两年没弹了 好在实力 就 旋律真的太动听了 小编角的男神整个人都 发光 Photo from Netflix Photo from The 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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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n Photo from The Swing 在见面会接近尾声时 宋江加码送了一个粉丝 力 就是笔心五连发 殊不知笔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将手臂却合不太起来 因为肩膀肌肉太壮卡住 笑道 主持人也打趣道 现在因为肩膀肌肉陷入为难的情况呢 不愧是曾因为恋态壮被公司进 举重的男人 感觉公司应该要再出来管管了 XD Photo from Netflix Photo from The Swing Photo from The Swing 最ending的时候 宋江应粉丝投票结果 带上光圈和翅膀 成天使 与大家做最后的告别 Angel宋江真的太可爱 Photo from The Swing Photo from The Swing 小编觉得这次见面会的答题环节也很有趣 第part 1 18 58 是让宋江达出过去自己扮演的角色的各种戏 X Sweet Home中嫌秀戴的耳机颜色 第二part 2 18 05 则是让宋江猜出粉投票的结果 X从哪个角色入坑宋江 每个问题都 英文字幕 粉丝们可以跟着一起猜哦 立刻来follow我的instagram kdaily